好 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四场未贯赛1600米的比赛 那本场比赛的总奖金是6万元 正点的开赛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 从大屏幕上面可以看到第四场比赛即将登场的11匹马的信息 那本场比赛原定是有12匹马出赛 其中2号马正确时机因为转仓退赛 那在这个情况呢是在赛事规则上面是被允许的 所以11匹赛局中是有一共有10匹公马和AP母马 分别为1号马赛西 3号马海上将军 4号马梦中情人 5号马小战神 6号马合力少年 7号马重力锦绣 8号马日月神 9号马富安神奇 10号马燕春凌云 11号马行动力 以及12号马云开见日 第四场未贯赛50分以下1600米的比赛亮相开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画面中间的是1号马赛西 来自法国的三岁 三岁六色公马 骑士马连凯 列马师和乡兽 马主玉龙马夜 副棒是60公斤 位于12号炸 3号马海军上将 来自爱尔兰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士别克江 列马师和乡兽 马主玉龙马夜 副棒60公斤 位于10号炸 4号马梦中情人 来自中国的四岁 立所公马 骑士阿拉德特 列马师罗湘科 马主是大陆马会 副棒是59.5公斤 位于4号炸 5号马 小战神 来自澳大利亚的 六岁六色公马 骑士是黎龙昌 列马师周涵 马主是张剑 副棒58.5公斤 位于3号炸 6号马 合力少年 来自美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士陆江峰 列马师文良生 马主是合力马夜 副棒56.5公斤 位于1号炸 7号马 重力锦绣 来自新西兰的 五岁六色母马 骑士阿丽 太 列马师是张瑞瑞 马主 重力马夜副棒是55.5公斤 位于2号炸 好 8号马 日月时 来自新西兰的 五岁六色公马 骑士是陆真记 列马师刘二端 马主 盲相名 副棒55.5公斤 位于8号炸 9号马 富安神 来自澳大利亚的 七岁六色公马 骑士双鹰 列马师包双喜 马主是天赋 马夜 副棒55公斤 位于7号炸 10号马 燕春林云 来自澳大利亚的 六岁六色公马 骑士阿曼 居乐 列马师 罗仙科 马主 赵春 副棒是54.5公斤 位于11号炸 好 11号马 行动力 来自澳大利亚的 五岁六色公马 骑士 陈毅 列马师 是何一鹏 马主 是曹志强 副棒53公斤 位于6号炸 12号 马云开 建议 来自中国的 四岁六色公马 骑士 陆永康 列马师 刘代强 马主 李一鹏 副棒52公斤 位于9号炸 出发吧 好 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了 是7号马 中里进行 有一点点慢转 那么目前排在 本场比赛第一位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9号马 富安神奇 现在是率先取一个 领跑的位置 那1600米呢 还是要跑 整整的一圈 所以说我们看到 前期赛段的话 还是马匹需要 保留一点点体力 为准备 为冲刺去做准备 那么这也是测 其中常见的一个策略 看到了12号 10号马 验春凌云又冲了上来 验春凌云每次冲 出来啊 都是取一个领跑的状态 都是一个领跑的趋势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目前来看的话 接下来的是 5号马小战神 排在了本场比赛第三位 那么接下来 海军上将 以及我们的12号马 云开见日 是排到了45的位置 再往后看的话 外栏的话 就是1号马赛西 那么现在我看到了 10号马 验春凌云 以及9号马富安神奇 已经领先了 我们所有的马匹 大概是七八个马位 一路是在前面 一路在前面的带领 我们富安神奇 是在和10号马的后面 相隔了一个马位 后面的话 就是5号马小战神 马匹呢 已经过了第三个弯道 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道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一下 我们的马匹呢 后面的马匹 也是在寻求机会 等待时机发起挑战 马匹呢 马上要开始过 最后的一个弯道了 最后的一个弯道 看到所有的马匹呢 已经都缩小了距离 我们来看 10号马 还是领先的位置 但是9号马富安神奇 是不是已经追了上来 然后我们所有的骑士 都在灰面催马了 5号马小战神 5号马小镇神 还有我们的几号马 这是6号马 合力少年 一直是在灰边催马 还有我们3号马 海军上向冲了上来 3号马海军上向 跑得非常的快啊 但是还有没有机会 所有的马 现在是基本上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11号马行动力 又超了上来 海军上下和3号马 一直是皮皮的状态 11号马行动力 领下了半个马匹 领下了一个马匹 我们的11号马 行动力爱迪神居的孩子 率先冲过了终点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本场比赛的 开始说的首次上赛的两批热门 好 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 第四场卫观赛 16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行动力 他的骑师陈毅 练马师和一鹏 马主是曹志强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45秒22 好 第二名海军上将 骑师别克江 练马师和乡兽 马主是御龙马业 福邦 最终成绩是 1分45秒54 第三名赛西 骑师 马连凯 练马师和乡兽 马主御龙马业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46秒07 让我们恭喜 获得前三名的 骑师 练马师 马主以及马匹 我们来说 taken 骑师 いき 车